拜卿的心目中只有权力 但是为了这个权力 他会不惜用激烈的手段 跟国民两党对抗 国民党跟民众党 对于中国大陆对立 然后对于美国 他还是在打一个问号 你什么时候支持我 我什么时候就顺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对立对抗撕裂无缝接轨 这个是指的是谁 指的就是赖清德520的上任 那赖清德现在520的上任 可以这么说 他的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为什么讲对立对抗撕裂 我们先讲对立吧 台湾现在蓝绿之间的对立 几乎是毫无沟通跟妥协的管道 这种对立的趋势 大概会贯穿未来的市民 那所谓的对抗 就是说 赖清德 绝对不敢搞台独 但是他会走 蔡英文的路线 比蔡英文的路线 还要稍微激进一点的 叫做印度台路线 那印度台路线 他不否认一周 但是他不会讲 然而他是说两岸互不隶属 两岸互不隶属 他现在在学蔡英文 玩这个把戏 蔡英文 他至少他还讲台湾是什么 但是赖清德讲台湾就是台湾 两岸互不隶属 把是什么三个字把它削掉 这个就是印度台路线 他不会走台独路线 但是他会走印度台路线 那必然会跟中国大陆冲撞 那既然冲撞 那中国大陆也为了 为了让两岸安心 必然会寻求不同党派的沟通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包含王金平 包含朱立伦 包含柯文哲 甚至于其他党派的重要人士 就请他们登陆 双方沟通意见 那中国大陆沟通意见 并不是说他非要并吞台湾 而是说他要了解台湾的政情 他也要理解台湾的问题所在 那事实上 无论是马云九 无论是洪秀柱 无论是郝龙斌 无论是李乾隆 无论是其他人去中国大陆 主要的目的就是缓解两岸恶意螺旋的上升 那显然 赖金德上台之后 他会做三件事 看能不能禁止登陆团 但是这个不是赖金德可以约束的了 所以他必须要立法 那这个立法要不要过 原因非常复杂 虽然不过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赖金德是不会放手的 各位去看 你的赖金德他非常狠的一招 就是针对马云九所谓的反胜透法 他不提出修法 行政单位应该行政单位最有权力提出修法 但是他是叫民进党的委员 叫民进党的委员去批评马云九 他修的是两岸条例 两岸关系条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反胜透法要修 没有那么容易 那两岸关系条例 你的修法想要过 也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容易 那问题就将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他的第二步 那他的第三步 可以说 他面对着中国大陆的压力 当然他知道他的劣势 这个时候 他希望跟美国之间 跟美国之间看看 能不能抱紧美国的大腿不放 因为美国对他的疑虑 非常深 美国曾经也疑虑过 蔡英文 好比说中国大陆的军机 绕台 中国大陆的军业 蔡英文不讲任何一句狠话 本来刚刚开始 蔡英文还把 还表扬台湾空军飞行员 颁售盾牌 奖牌给空军飞行员 说你们这样子 对中国大陆的战机 厉害 可是颁了一次以后 经过美国的打枪 蔡英文就从此以后 很少中国大陆的战机 纵然离台湾那么近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少空军战机伴随 表面的原因只有一个 哪一个 表面的原因只有一个 油料费太贵 事实上真正打仗 真正驱离的时候 你还会想到油料费 那些都是托辞 但是真正原因 美国怕你插枪走火 甚至于中国的战舰 进入到桃园外海 23海里的连接区 我们的战舰 我们的战舰 台湾的战舰 也不敢在那旁边办好 只能派出海巡艇 去看着中国大陆的战舰通过 东部地区那也是一样 那从这一些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都配合美国 但是赖清德上台 会不会配合美国 这个美国也在等着看 所以对抗 对抗对立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他的内忧外患 比较容易解决 可是撕裂台湾社会的族群 已经慢慢开始发酵 撕裂台湾的族群 各位去看民进党很多人 奉赖清德的命令 去开直播 结果各位去看流量虽然不高 订阅数也那个虽然不高 但是党同发议 所谓党同发议的话 就针对重大的议题 马上攻击 像包含攻击徐晓鲜 攻击傅康奇 攻击韩国瑜 事实上那些攻击 很多都不是事实 但是他们照讲 照三餐讲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要撕裂族群 我这个族群撕裂了 以后制造双方的对立 赖清德才有权利的空间 这也就是说 赖清德现在不但面临的内忧外患 美国对他不信任 中国大陆对他还在观察 而台湾的内部 各个政党不愿意 不愿意跟他合作 那最重要的那就来了 他只能够去巩固少数族群的利益 然后对抗大众的民意 这个是赖清德现在面临的问题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比陈水扁还要严重 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去看他的内阁 跟陈水扁的内阁 那你做一个比较 你就马上可以比较了出来 赖清德心目中只有权利 但是为了这个权利 他会不惜用激烈的手段 跟国民两党对抗 国民党跟民众党 对于中国大陆对立 然后对于美国 他还是在打一个问号 你什么时候支持我 我什么时候就对你顺服 这个就是赖清德